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威国FM 威国电台特别专栏节目 几分钟脱了一位嘻哈 我是范范 那因为中国有嘻哈的热播 一个真的underground的选手渐渐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他没有炫酷的外表 在节目上跟那些看起来很hiphop的选手相比起来 他就像是一个走错片场的人 他也没有华丽的嗓音 并且生活中低调随和 让人看到第一眼就像一个邻家大叔 但他同时又是音乐人里最有想法最聪明的一位 偶尔用来散漫 时间观念常常抛之脑后 但工作起来却是执行力最强 态度最认真的那一位 这个就是中国新说唱上最被小看的一个rapper 来自西安的派克特 他是两届Aromic的冠军 从乱阵门到自己创办自己的厂牌Nouse Underground 从嘻哈小子到一个诚实的说唱领军人物 再到中文说唱古干老人 并且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走着自己的路 那虽然派克特年龄不大 但是啊他就被人们称为说唱圈的OG 不过说实在的 派克特的长相啊 看起来是有一些大 有点像三十多岁的叔叔 每当问到他是如何看待说他是OG的时候 派克特都会苦笑一下说 只是年龄看起来老爸 这也是没办法的 OG的话我多年轻啊 只不过入行比较早而已 在中国新说唱上 派克特第一次亮相就惊艳四座 之后和小胖功夫胖合作的歌曲冠军 更是被评为节目最好最炸的歌之一 热狗评价派克特 以那段verse太厉害了 那段的flow我是看得目瞪口呆 可是造化弄人 派克特今年领到的剧本 的确和去年沙漠兄弟的黄旭很像 在前两个环节中 派克特几乎没有镜头 要知道派克特的freestyle 可是一个看点啊 可是他的镜头少之又少 而被人们记住的 是他总出现在别人的歌词 以及别人的讨论中 甚至派克特前两集 那少得过分的几秒钟说唱镜头 也遭到了魔鬼见机 在中国新说唱第二集里 邓紫棋点评派克特 普罗大众的观点 是不知道什么叫flow 他们只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听起来舒不舒服 你要让他们感觉很舒服 很轻松 这是邓紫棋 从主流歌手的角度 给他的建议 但我觉得他的这句评价 太低功派克特了 有说过来这些 让我们听完这首 Why 来看看派克特的 说唱之路吧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没遇到你 我再也不会像从前一样着急 也许你记得我只是差励 想去听每天我都会想说 Holy Oh my holy Holy 我开始明白如果我想明白不止 Take it Open this door baby I gotta take it 如果你觉得你幸福给我来点噪音好吗 如果你想要幸福给我来点噪音好吗 So everybody you gotta take it I gotta take it 派克特原名王坤 陕西西安人 1990年他看起来的确比其他人大了一些 而且现在已经结婚了 因为翻看他的微博发现 在今年1月4日深夜 他晒出与神秘交期首带戒指的照片 同时更是告白 表示进入延伸的下一阶段 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就是 不知道派克特的老婆是谁呢 估计也是热爱HIPHOP的酷酷女孩吧 派克特在西安的地下圈子里 算是袁老子的rapper了 所以这次参加了中国新说唱 也是备受关注 只不过因为公玩剪辑 派克特的画面比较少 不过啊 这也不影响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派克特是Nels的台柱子 也是被称为中国HIPHOP的全能王 派克特或许是因为受到了西安古城的影响 所以他做的音乐 也像西安这个古城一样 充满了味道 就像很多rapper会写一首记录自己的歌一样 派克特也不例外 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歌了解到 派克特是一个有血有肉 肚子里有墨水很多的人 派克特之所以被人们称为全能王 是因为他作词 编曲演唱 3style battle无所不通 就像很多battleMC只会battle 如果像studio rapper转型并不成功 甚至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 而派克特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在这两个领域中 说的狂一些 就是派克特都已经做到了顶尖的高度 同时又精通一首制作功力 伴奏录制后期一首包揽 所以说派克特是中国最牛逼的全能王 当之无愧 从他的flow 他的思想 他的作品 无因不令人折服 中国新收场开播以来 派克特就如同一位老大哥 带领着队内的成员不断往前 在现实创作的环节里 他带领牛薄鑫 高富胖 Max 马俊几位队员进行作品创作 快速建立歌曲结构 进而确立 做自己的主题 在这个过程中 派克特及时发现问题 并加以指正 展现了出色的领导力 并且勇于担当的人格魅力 也让他被圈粉无数 好了 那么这期节目 和大家简单的说了一说 派克特 在下一期节目 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讲述 派克特的故事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一定要在留言区 评论给我们哦 喜欢的话 也可以帮我们点一下分享 让更多的人听到 让我们随着派克特 和功夫胖的这首冠军 和大家说 拜拜啦 下期再见哦 并不为什么 我已经不再想从前感兴趣 你的判定的man what you findin' 我看着我 原来是我在山顶 I still shine 你我像艰苦 竟敢来不做天生的冠军 但我是努力的天才 Big Sanks 一切编排让我加大音量 加上到了功夫 胖用soft大心脏 离他让我想起 总要到达 我所经历过的一切 让我指尖往前走 所有兄弟后见面 一起往上往上走 所有兄弟也没往上走 别怕我在等候 no I's never up 并不厌诈 所有苦水和孤独 我全部咽下 更加在underground 不可能被践踏 还说一怕没有希望 看今年的变化 我刚做的是发光 避免塌放 黑豚的激走到被我给拉伤 Get it flow 当你听到我们说 哎呦 冠军的光环就在我们背后 Who's the champion Who's the who's the champion man And now you the champion You the you the champion Get it flow 当你听到我们说 哎呦 冠军的光环就在我们背后 B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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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期的Wiggle Rap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或者建议 一定要在评论区留下你宝贵的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们Wiggle Rap这档节目 希望你可以帮我们把节目分享出去 让更多喜欢hiphop的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手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也许下一期的节目就是你喜欢的歌手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觉得他们还 Jasmine 买名 г